2018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到了39次 创下中国年度航天发射频次的记录 而商业航天在2018年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 来自航天领域的代表委员也认为 2019年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将会迎来重要的机遇期 2018年中国在全球航天114次的发射频次中占据了39次 而在其中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也迈出了重要一步 通过这些年的运量不光是我们航天的两大集团 在2018年的话好几个民营的航天公司都进行了一些首飞 跨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 我估计在19年他们会起的比较大的进展 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胡胜云也透露 新型固体运载火箭快舟11号将于今年实施首飞 快舟火箭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展的第一型商业火箭 就是按商业航天模式运作起来的火箭 在快舟1号的基础上面 我们又发展了一型叫快舟11运载火箭 这样的话它的运载能力比我们快1要大得多 在我们国家来讲目前算是最大的一种固体运载火箭 也估计今年能够进行首飞 而除了商业运载火箭外 2018年底可以覆盖全球包括海洋和山区 被称作是卫星无线网络的红云工程成功发射了首颗技术验证星 包括红云工程在内的其他商业航天工程 在2019年也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围绕红云和行云两个星座的运营 致力于打造天机网络的地面服务平台 把卫星资源和地面的行业应用 能够建立起来一个通畅的桥梁 然后让用天变得更加容易 飞行工程是致力于利用太阳能无人机 致力于打造基于临近空间 长时间存在的这种对地观测 通讯和局域网的这个系统 2019年主要还是一些局部行业的应用 2020年及以后的三年内 我们会把它构建成一个网络体系 过去一年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稳步推进 而根据很多专业机构的预测 预计到2020年 中国的商业航天市场 包括商业火箭 卫星应用 以及空间宽带互联网等 将形成一个数千亿级的市场规模 未来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也将值得期待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